恒大感觉上你一向都不太喜欢这个企业 不过他在周末就有些消息 跟大家报道一下 其实他上星期四伏牌 之后急跌了一日之后 其实星期五就有反弹 主席许家印在集团有一个复工复产专题会上 就说到有三大自救策略 转型造车 又说十年内原则上都不买地 还有他的深圳项目在这里有罪复工 上星期就看到他有钱就还到息 那其实你买不买他的转型策略呢 其实做电能车这件事 大家知道在早年他们做了很多宣传 到现在仍然未曾可以确认量产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更加不知道可不可以延续本身的所谓泊路 所以更加令人难以信服 而且始终市场其实都已经有很多竞争的对手 究竟他的参与 又有没有优势呢 而且始终整体的本业 是内东斯包括恒大和恒大物业 其实都是集中在内房物馆专头的业务 其实这个本业没有办法做好了 资产也没有办法卖到 去带脱资金的需要 而是还去说 未来十年其实都不会买地 放弃了主业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内房其实是一个很讲求 就是快去快来 买面粉做面包 马上收回钱 再买面粉再做面包 是一个必须要循环流通的周期行业 但是情况就是说 如果你承诺市场10年买面粉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利好 其实简单说就是说放弃了半夜 那就更加令人更加不是那么信服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建议大家审慎一点 都目前为止 他只是还到一期半期的债息 甚至乎上个星期五的所谓利好消息 其实如果他在周期都不还的话 根本就会形成一期的利岸债券 无法依期还息 只要过了30天 就刚刚在周末 Gray Spirit 原来都没办法还 其实根本就是officially default 他只是刚刚被过了两天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多在岸和离岸的债券 是需要还息 所以未来一节 他们都是11月初 又会有债息要还的 所以继续要审慎他对其他同业的影响 老实对于他来说 我就不再用审慎来形容 要用不如置评来形容 因为根本就不需要再看了 不过如果有兴趣吸纳的投资者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刚才Steven也特别提到 就是他还到一期息 就是资金链上 大家还没看到很大的曙光 就是说他能够长久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去还息 可以关闭了 好 一会儿